结果与讨论 1.比较步骤一中甲乙两弹簧称的读数 两粒平衡的条件是什么? 由步骤一的结果发现 甲乙两粒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并且沿着同一直线作用 2.在步骤二中 1.比较两弹簧称读数的总和 与甲弹簧称的读数有什么关系? 这代表什么意义? 由步骤二的测量结果发现 1.比较两粒大小的总和 等于甲粒的大小 而且一柄两粒的方向 与甲粒方向相反 1.比较余箜奥国交易 1.比较公了 温等于甲电辞结果 2.比较公了